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后的身材恢复的也是相当快 已经显得相当苗条了 完全看不出是刚刚生了娃的人了 虽然身材已经这么好了 但是心如刺激可觉得还不够呢 还有那个努力的空间 因为毕竟才就是才差不多快两个月嘛 然后所以还要恢复 就是慢慢地恢复在我之前 因为我平时就有运动的习惯 但因为可能之前的运动 是比较稍微激烈一点的方式 就是每个礼拜的那些训练 那现在就是等到一切都恢复正常 走上正常轨道之后 就要开始恢复以前的一个生活运动的一个模式了 话说这也是心如生娃之后 首次公开出席活动 第一次离开女儿 心如也是直言很想她呢 所以已经是就是正式地开工了 那今天等于算是休息这么久之后 第一次出来跟大家见面 还蛮开心的了 可是因为就算是第一次离开孩子 会不会很想她 想啊 看着心如这满脸的笑容 看来如今的生活真是比蜜甜样 家庭如此幸福 事业也是不能丢下 之前就成功转型制作人的心如 接下来还会继续这条道路哦 其实之后接下来还是有拍戏跟制作戏剧的计划 应该是在年中的时候就会就会就会开始开始开始拍摄 那会减产吗 刚刚说就是好像有点减产的意思 我觉得就是希望能够在时间上面 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平均的分配这样子 虽然还有事业心 但是心如其实还是更看重家庭的呢 因为现在还是希望能够在家庭上面 再投入比较多一点的心力 因为毕竟就是baby孩比较小嘛 那当然在工作上面也不会去懈怠 就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但希望可以多一些时间是在于陪伴上面 除了家人 书籍赵薇等一众闺蜜也是给了心如许多陪伴和鼓励 谈到他们心如也是幸福满满 其实我觉得闺蜜真的是我们的一面很好的镜子 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优缺点 然后大家一起砥砺一起成长 那我觉得在我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我的闺蜜 我的好朋友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陪伴我或者是陪伴我在低潮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开心的时候 他们都跟我一起分享 拥有这么多的美好与确信 心如所到之处也总是充满着幸福洋溢的笑脸呢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我觉得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对我来说就是都很新鲜 然后很开心 然后也很幸福 就是满满的幸福感 住院女生一直都这么幸福下去哦 上海报道